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和大家追蹤一下香港的娛樂新聞 阿氏子公司阿氏心動娛樂AMM 亦出了自家製的劇集《逐流時代》 在3月29日首播 雖然未知收視如何 不過女主角麥明斯的演出足夠話題性 一條長達45秒的影片曝光之後 片中麥明斯新穿綠色的比堅尼在泳池現身 令到男意麥子樂看得抹大口 而這場出水庫用的戲被展成慢動作 變成了紮男、女、女、流口水的樣子 不知以為還在看黃晶時代的《追女仔》系列 麥子樂更加被麥明斯嘲笑他 是否一輩子都沒看過女人 麥明斯在《逐流時代》飾演高學歷、高情商、高顏值 喜歡就算在上流社會圈子的一位女人 Emma 為了不斷上位而不擇手段 更加跟黃德斌和麥子樂有曖昧和神秘的男女關係 並且事先也張揚了麥明斯會有一場精彩的水著戲 而麥明斯更加大方地放上社交平台和大家分享 整條片麥明斯在網上上載了45秒 而片中的他穿綠色的泳衣戴好身材 而麥明斯好像逛Catwalk那樣 鏡頭不時拍著他的身體或是大特色 全程慢動作 而麥子樂就坐在泳智旁邊看著麥明斯出場 而鏡頭拍著他充滿慾望的眼神 還抹大了口幾乎流口水 影片剪輯後很明顯以誇張的手法帶出麥明斯在劇中的女神印象 不過麥子樂演出也太Over了 整件事好像搞得非常好笑 有些像黃晶年代拍的追女仔系列 就連麥明斯出場都笑拍檔 麥子樂好像一輩子沒見過女人似 而網民對這場戲都疑倫紛紛 有人說用大電視題才好看 個人好像在你前面 也有人問為何麥明斯跳下水就馬上上水 不少網友都笑麥子樂 說他的眼神真是笑死人 更加有網民指 麥子樂是否在演一個獨男 果然是好演技 更加有網民就說起碼沒有流口水 被麥明斯說一輩子沒見過女人的麥子樂 亦都在社交限時動態回應 自爆這場戲是跟麥明斯分開拍的 最搞笑的是他當時看著一個男攝影師來做出反應 而麥明斯完全是靠自己的想像力 真是夠辛苦 《逐流時代》這部劇 其實是反映了香港的社會實況 而這部劇的監製 適其易都應用 《逐流時代》的故事背景其實是港術階級古法 是香港的社會病態 當中包括老中青的階段 是香港年輕人為了求上進的故事 亦都是很傳統的倫理故事 今次是由王德斌和麥明斯主演 幾有新鮮感 不過亞洲心動娛樂 AMM始終都不是電視台 觀眾不可以一開電視就看到 據亞洲心動娛樂的官方社交網站指引 觀眾如果要收看《逐流時代》 就要先下載亞洲心動娛樂的APP 未必可以吸到一班慣性系 每晚都會開電視追劇的觀眾 對收視率始終會有一定的影響 亞斯自從停牌後 他轉戰了網上開設流動的OTT平台 亞洲心動娛樂 積極推出自家製的節目和劇集作品 早前副總裁林文龍邀請到前TVB的金牌監製 戚奇異嘉敏 然後找了麥明斯、王德斌、麥子樂等人 擔任這個網劇《逐流時代》的主演 似乎是想和TVB的金蕭大夏宜 和ViuTV反起跑笑聯盟對撼 這部劇也在29日正式播出第一集 雖然一集只有短短25分鐘 但明顯已經高下立見 亞洲要追上TVB和ViuTV 似乎還有一大段距離 而這部劇主要是講述一些階級固化的社會問題 以及年輕人很難去製身上流社會的故事 外於每一集只有25分鐘 所以節奏不算太快 第一集只是簡單地介紹了 Emma、Danson和Alfred等等的重要角色 暫時還未深入了解更多人物的 背景故事和重大的劇情發展 最有看頭暫時是受到外界關注的 物名C3點式的泳衣戲碼 這部劇的畫風和TVB和ViuTV明顯很有對比 無論在鏡頭上的運用 還是暗淡的色彩調配 還有配樂 都帶了不少舊時代香港電影影子 利用電影的手法拍成劇集 是會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可惜在劇中跳樓的場面充滿CG感 相當不自然 是扣了不少分 這部劇成不成功呢? 很重要的就是第一集 第一集也交由新人 黎紀君打頭鎮 加上劇集頭五分鐘竟然是一句對白都沒有 令到他智嫩的演技非常之突突 即使拍著和比較有經驗的林耀星一起對戲 依然都有不少的觀眾大夫看得有點尷尬 而逐流時代接下來還有27集 但似乎觀眾對於整個APP的體驗都不太好 如果AMM現在還不去嘗試改善以上的問題 觀眾都很難會留得住 這條片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個讚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也可以按訂閱和按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精彩的片段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